好作品慢慢看 大家好我是本来就慢 想不到吧 今天的任务是要去狩猎 账助总能从外甥口中听到出乎意料的指令 当然不是你想的那种狩猎 所以可以把满脸不正经的笑容收起来了 据殷实名交代 他曾用过那副弓箭 不过被箭射中的是一只老鼠 麻烦的是那老鼠活了下来 他挣脱了扎在身上的箭并不值得去向 换言之那已经不是老鼠 而是一个替身使者了 所以必须在出事前尽快将其猎杀 在渡王艇中 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不用感到奇怪 因为这个小镇本身就是一个冒险的舞台 为了应对一切突发状况 主角们必须不断掌握各式技能 予以应对 比如可以增加进攻射程的弹钢猪能力 白金之星自然没问题 毕竟老牛仔了 可疯狂钻石就稍训一些 不过二中一也算合格 记号想消灭那只老鼠 就必须将其本体一击毙命 因此这场较量不仅要有速度 更得保持冷静 没有十足把握 千万不能贸然出手 虽然成太郎声称不要有压力 但账助此时傻感受 你懂的 很快两人来到那只贺家鼠出没的地方 海洋学博士对陆地生物也是了如指掌 成太郎告诉账助 成年贺家鼠体长可以长到20到30公分 擅长游泳 杂实 体重可达一公斤 跳跃力更是能接近两米 流行这些脚印 前爪四只脚趾 后爪五只 中间是尾巴的痕迹 周围椅子上还有狮子 看来那家伙的巢穴就在那排水口内 找到目标 二人开始布置陷阱 同时下设摄影机来记录 顺便一提 陷阱幼儿成太郎用的是炸面碎屑 你说奶酪 海洋冒险家觉得用这浪费 忽然 赵助发现身帮草丛 聚集了大量文营 上前拨开一看 那是一坨连成太郎看后都表情扭曲的东西 多具老鼠的尸体 被凝固为一个立方体肉块 这一堆肉洞是被溶解后又凝结而成 毫无疑问 那只觉醒替身的老鼠已经出手了 又得将这里归为自己领地 手段还真够恶劣的 而且恐怕不止这一个地方 他的毒手很可能已经伸到与排水管道相通的农户家了 通过望远镜就看得出 那栋房子周围死气沉沉 家中也没有人居住的气息 估计都被那老鼠杀害了 果然 当丈助和成太郎走进屋子时 明显感觉有异常 并且地板上还留有老鼠的粪便 顺着线索 成太郎决定去旁边的房间调查 可丈助留意到 厨房的冰箱有响洞 没能走进 冰箱门居然开了 而打开他的不就是 那你 你打 目标就在眼前 但成太郎却不在身边 多么无助的一刻 更妙的是 丈助反被老鼠先发现了 他凶狠的两只小眼睛 像锁定猎物一样盯着前方的人类 简直棒极了 这寒情默默的对视 丈助一辈子都忘不掉 不过更让他刻骨铭心的是冰箱中的食材 一对上年级的夫妇 被凝结成一堆肉动 正痛苦地身影着 老鼠吃的 正是那两人的肉 他还故意把这些食物 放到冰箱中储藏 如此恶毒的敌人 丈助只能独自面对 他小心翼拿出钢珠 试图调整合适的狙击角度 然而狡猾的老鼠早有警觉 立刻停止进食 开始后撤 他每挪动一步 丈助的心脏 就像被一只大手攥了一下 巨大的压力 让他快要无法呼吸 尽管有障碍物遮挡 可为了不让目标逃走 只能在这里射击了 少年的能力还是不俗的 疯狂钻石出手及命中 可由于不是致命伤 对方还是换出了替身 融石针 这座炮台 就是溶解其他生物的罪魁祸首 受伤的老鼠并没有急于进攻 而是先找好掩体 然后再锁定目标 这样的小诈和冷静 成功给对方带来了压迫感 好在疯狂钻石没有犹豫 快速发出钢珠 但同时 对面的进攻也已经近在眼前 直觉告诉丈助 敌人的攻击不同以往 绝不能用手来抵挡 短暂的寂静过后 掩体后 还是露出了那张凶恶的嘴脸 然而紧接着 他就倒地不起 停止了呼吸 很幸运 疯狂钻石的弹丸 并没有失手 这时成大狼也走了进来 丈助终于长输了一口气 虽然关键时刻主力缺席 可自己也不是吃素的 消灭一只老鼠 完全不是问题 中招的居民还活着 可以凭他的能力治好 看来事情已经要圆满解决了 直到少年看到成大狼 肿胀的右手 他才明白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原来得到替身能力的老鼠有两只 刚才成大狼正和另一只交手 由于他想利用白金之星 抓住对方发出的毒针进行研究 没想到捏住的瞬间 毒液就迅速扩散 手才被融成了这样 丈助看了不禁有些后怕 自己当时的决断 真是太英明了 治好了伤 二人走出房屋 开始搜寻漏网之鼠 强大的能力 加上凶残的本性 那个生物 已经不能被留在地球上了 必须马上消除 或许丈助从没想过 进入老鼠的领地 暗示白衣博士的强大知识储备了 老鼠不会走之前没走过的路 换言之 他逃走的方向 绝对是刚才排水管道那边 还有老鼠必须保持不断禁虚 因而这些咬痕和粪便 就是寻找的线索 两人一路回到排水口附近 摄影机果然拍摄到了目标 那是一只耳朵被虫子咬过的贺家鼠 成大狼给他取名为虫柱 看得出虫柱很谨慎 也更阴险 所以灭属二人组的武器也得升级 这是来福枪的子弹 比起钢珠 这个弹头的射程可达70米 一听说要用替身发射真实的子弹 仗珠立刻表示没啥自信 也对 那就只能靠我自己了 成大狼故意叹了口气 这态度让仗珠就很不爽了 请等一下 刚才也看到了吧 另一只老鼠可是我独自干掉的 那行 这两发给你 拿好 此轮博弈 高中生完败于博士 接下来 两人顺着重铸留下的脚印 一路搜寻 路过一处水洼 爱惜鞋子的杖柱 本打算以这样损失最小的方式 蹚过去 小心鞋 这里面有水质 这一天的遭遇 少年真的是受够了 虽然为找出敌人付出的惨重代价 可眼前的足迹 却突然消失了 成大狼突然意识到 对手用了踩脚印 那是一种踩着脚印后退 以便在敌人面前 隐藏自身行踪的技能 没想到重铸竟会这一招 现在他已经完美躲藏起来了 猎人瞬间变为猎物 这就是大自然的残酷 两个人类现在成了 反被老鼠狙击的目标 草丛中 溶解针的瞄准镜 已经悄悄锁定了对手 为了先一步避开进攻 张柱马上躲入附近 唯一的掩体后面 他注意到岩石旁边 好像有什么东西 手指触碰了一刻 感受到的只有钻心的疼痛 居然是捕鼠夹 张柱疼得直接站起身 就在此时 一道绿光直奔少年驳梗 一连串缜密布局 这就是老鼠所设下的陷阱 幸好白金之星发动能力 在毒素扩散前将针拔出 张柱才逃过一劫 也正因如此 丛太郎大致确定了 重柱藏身的位置 在那个斜坡中段 三块石头附近 少年深深感到 无论是敌人还是同伴 都太可怕了 经过漫长的对峙 双方谁都没有再贸然出手 那果然是一只 奸诈至极的老鼠 不过已经不能再继续等下去了 否则会被重柱干掉 丛太郎当机立断 将四发子弹都交给了张柱 并告诉他 从这里射击 弹道会产生弧线略微上浮 因此你在瞄准时 要对准目标下方一公分处 没等少年反应过来 冒险家已走出掩体 他准备自己上前 引出敌人攻击 所以仗中的任务 就是负责找出对手确切位置 然后狙击他 这绝对是这位高中生 自打出生以来 最为压力山大的一天 绷紧了神经与加速的心跳 让少年的注意力 前所未有的集中 但狡猾的老鼠射击后 就立刻改换了位置 第一次对决 就这样一无所获 承太郎决定改变方式 从斜坡侧面接近 这回果然有效 山坡上亮光一闪 那正是重铸的替身 被发现的刹那 多枚溶解针也同时发出 依靠时间停止 尽管承太郎避开了正面进攻 可没想到对手 懂得利用严实反弹 改变弹道 看到承太郎受伤倒地 张柱真的着急了 他不能再等了 但敌人藏在石头后面 完全没有狙击角度 不过被逼到如此地步 少年心中反而斗志沸腾 把自己身边的亲人 伤害成这样 他绝不会放过这只混账老鼠 随着一声闷响 疯狂钻石出手了 然而子弹打中的 却只是严徐 被惊动的虫柱 正准备反击 这恐怕是这只老鼠 最后一次看自己的瞄准镜 因为面前这个打破绝境的人类 绝不会再给他 残害生灵的击混 记住 这就是能克服一切压力的男人 东方丈柱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 这里 如果喜欢不妨关注点赞 我们下期见